台中新增3217例本土确诊个案 比起一周前已经下降将近两成 显示台中疫情也逐渐脱离高原期 但新增13例死亡个案 其中还有一位是只有一岁多的幼儿 小女童才一岁四个月大 家用快筛阳性确诊 在家持续高烧41到42度 抽搐紧急送医 呼吸衰竭插管治疗 诊断脑干脑炎 这中间也有使用抗病毒的药物 不幸在7月1号上午往生 根据了解这名一岁四个月大的幼儿 染疫后病程进展非常快速 指挥中心调查 小女童6月28号发高烧 29号抽搐嘴唇发紫 送医照X光显示肺炎 医生怀疑并发脑炎插管急救 但7月1号治疗无效被宣告不治 小小生命就这样奏势 台中市卫生局再次提醒家长 儿童脑炎重症的前驱症状 虽然指标之一是体温高于41度 但因为大部分孩子发烧时 家长会给孩子吃退烧药 医生说送医时机是看孩子的状况 这几个月有好几例 孩童染疫高烧 家长急开车请远景开道协助就医 医生说孩子染疫后如果病发脑炎 这病程变化真的很快 呼吁家长一定要提高警觉 尽速带小孩就医 TVBS新闻晨红易红采论台中采访报道 手上拿着资料快步走进解剖室 他们想知道原因到底出在哪 桃圆一名八岁女童上个月24号施打第二剂BNT疫苗 没想到三天后发烧身体不舒服 将人帮她起假没去上课 不料九点多时发现女童已经失去意识 紧紧送医 警官使用叶克膜抢救 但在29号还是宣告不治 4号上午进行解剖 又退烧了 就在礼拜一上个礼拜一就造成马上的那种心机 心机梗塞的意识 让我们马上心上停止 所以就往生了 因为爸爸妈妈们他们还是很不舍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希望了解一下这个死因 家人不敢置信 家中唯一的宝贝女儿没什么慢性病 打第一剂的时候只有手臂痛 却在打完第二剂疫苗 隔几天就突然不治 家属说初步相验 法医没有看出什么异状 检方将采集相关检体化验 并且调阅女童过去的就疫记录 紧紧是否与疫苗有关 还得等检活报告出路才能厘清 家属强忍悲痛 只盼早日得到结果 TVN新闻林志伟桃园采访报导 桃园市长郑文燦一下车 新竹市长林志坚剑步接上去 一和摊商挥手致意 城隍庙前燦间再度合体 但今天可不是来拼选举 纯属市政交流 大家做了一个市政的交流 当然要带着文燦市长 来到我们最重要的信仰中心 都城隍庙来向城隍爷 祈求这个国泰民团 两个城市历史上有非常深的渊源 1920年代包括桃园郡 中立郡跟大西郡 三个郡当时都隶属于新竹州 这是甘愿做小吗 但既然郑文燦都到访新竹 林志坚特别带上他到动物园 散散心却被质疑 这趟公务行程正当性 郑文燦市长参拜城隍面就算了 但桃园没有动物园 去参访新竹动物园 市政交流的意义何在 桃园会想要盖动物园吗 没有这样的规划 那如果说一心都为了 抚选自己的小弟 那把公务放在来之后 那这个对市民不是好的事情 7月8号我正式将市政的工作交接 我就会把所有的时间跟行程 都投入在桃园的这个选举的工作上 只是林志坚从7月1日 确诊7加7出关之后 2号先到桃园普济堂 3号再出席桃园临市中青会 加上4号的新竹行 通通与郑文燦合体 若全是为了交流桃竹市政 两位市长可说是不遗余力 TVB的新闻陈世民和家安慰峰伟 新竹报导 不需要旁人的指点叫我投蓝丢绿 找完年轻人用rap力挺 果然有crazy friday 林逸峰的地方就要有音乐 特别北上说有大事要宣布 原来是要请在台湾人气正夯的大S老公 巨俊燕参加电音趴 大家既惊讶又期待 不过林逸峰之前才密会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几番思考后 难不成已经决定再度聊了去选台南市长 才会又开趴 虽然没松口但林逸峰看来 有一半几率想选 加上跟柯文哲会面后 又大老远来民众党新北议员参选人的记者会 双方合作似乎越来越有谱 还没拍板投入台南市长这局林逸峰 合体民众党先共创话题 护台声量 TVBS新闻银瑞胜傅定华礼品 SNG小组新北市报道 副总统跑行程 旁边维安特勤高度警戒 但不管走到哪这外套上的原型 必张大大一个不看到也难 这是负责爱心得维安的万里警卫室 放大看 这上面除了写有单位名称 图案以台湾为基底 镶嵌特勤顿徽 上下万里两字 老鹰展翅图 这是他们特制独有 比比确实比起这高调的弊章 其他像是负责总统 或是院长部会首长维安特勤 多半只是用小徽章别在领口公辨市 当然也引发联想 喊老板赖青的友谊 更上层楼有关吗 我说每一个警卫室 都是各自做主 各自在那里弄的话 无怪乎最近 我想年底 年底的选举到了 这个护卫对象的 这个外头的形成也多了 那么会出状况 据了解这是万里警卫 是自己设计的 因为不是正式识别 特勤高层没有特别规定干涉 不过赖青德动作频频 还有民进党中常委 7月时期改选 由于将攸关2024 总统初选提名作业 上回赖青德就是在中常会中 没自己人马 线细这届有三人 但这回要力推南流 潘孟安 林俊宪 另一个版本 北中南流各退一席 不管如何都能看见青睐色彩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解读 也太过于全盟 也太过于这个算计 毕竟民进党还是 派系共治的一个政党 任何的候选人 都必须要经过大家的共识 本来是2022选完 才会看到的戏码 民进党2024角力阵 似乎提前上演 TVB宣传 李国针李自衡 台北报道 在扣下发射钮 飞弹击出的这瞬间 也是最紧张的一刻 直到看见命中目标 官兵们的内心压力 才终于获得释放 日前在屏东九棚地区 陆军实施神工操演 飞弹射击训练 进行双联装制针飞弹系统 以及复仇者飞弹车 实弹射击 而这一次担任复仇者 飞弹射击的其中一位射手 还是一位帅气的女士官 不怕累不怕苦 一样男生可以做到 我女生也是可以做到的 这一次是我首次操演 副头的飞弹是 可以在塔上操作 做到里面那个也还蛮震撼的 于夏世成雅族表示 这是他第一次参与 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既紧张又振奋 认为这是他军女生雅中 深刻值得纪念的一瞬间 我们射手到台南炮校 做一个月的那个射手集训 然后平常在驻地也有做操课 副手者车载是飞弹防空系统 在台部署有20年 是陆军冶野战防空主力 上头有两具四连装置针飞弹 八枚单次吸型飞弹 能够有效打击敌机 不过由于使用的刺针飞弹 弹中老旧 车辆行驶也容易翻覆 女下事也凭借自身经验 以及反复的练习 在同伴加油打气下 克服危险因素顺利射击 7片新闻在重理 蔡英台中场报道 炮击声连连 这就是炸扑罗热的日常 乌克兰电视台的记者边采访 就一边面临二军 没有停止的空袭 在奥列霍夫这座城市里 工业区的炮火最猛烈 街头到处都是面目 全飞的车辆 已成瓦力堆的房屋 几乎已经看不到任何完好的建筑物 而且从夜空中拍到画面 可以发现俄军依旧持续使用围禁 零弹猛轰 就是要以大面积的破坏 逼迫乌军退守 乌克兰也不全处于挨打状态 往南的美利托波尔就传出成功 夜袭俄军弹药库的捷报 而且来自国际的援助更是一波接一波 新上任的澳洲总理亲自走访基辅 还有布查伊尔平等城市 不仅提供一亿澳币军援也会对俄罗斯金运黄金制裁寡投 力挺乌克兰到底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对泽伦斯基保证 2024巴黎奥运一定能看到乌克兰的国旗 以及运动员上场 尽管乌军人在前线作战 面对每一天都被破坏的家园 从瑞士到英国都已经和乌克兰展开重建会议 初步估计重建乌克兰恐怕需要至少六千亿美元资金 甚至可能更多 但乌克兰拥有农业再生能源上的优势 渴望为该国史上最大的经济重建计划 赢得更多国际金援 媒体别新闻综合报道 南韩总统尹锡悦签署任命文件 本周正式确定两位新内阁首长 其中教育部长由首尔大学教授普顺爱出任 金昌吉国务省长에 이어 청문회 없이 임명된 현 정부 두 번째 세 번째 사례입니다 尹锡悦政府连续提名 多名内阁候选人都遭在野党打枪 就算朝野深夜 麻辣松市协商依旧无果 其中一桩就是普顺爱不仅论文有问题 还被翻出2001年酒驾却获得还起诉处分 박 후보자는 같은 논문을 여러 학술지에 올렸다는 의욕도 받고 있습니다 박 후보자의 당시 혈중알코올 농도는 0.251% 당시 면허 취소 기준인 0.1%의 2.5배에 달하는 만취 상태였습니다 在野的共同民主党 抨擊强行通过人事任命 因为光是今年就有数百位教师 酒驾记录 导致退休奖励金被取消 尽管自政党出面 환家 普顺爱本人也致歉 認為事件久远 但接二連三的人事提名争议 也重创新政府的信赖度 만약에 김승희 장관 후보자의 지명을 강행하시면 이 정권의 지지율이 급락할 것이다 하는 점 6월 5주차 조사에서 긍정 평가는 44.4% 부정 평가는 50.2%로 나타났습니다 从6月第四周 시즌满意度首度 面临死亡交叉 隐席越上任未满 三个月 시즌评价暴跌 从54.1% 一路下探 将近10个百分点 即便上个月 为南韩破天荒 出席北约峰会 一样难以挽回民心 内阁人选引发 在野和民间反弹 声浪对于隐席越未来的执政 恐怕会成为不小的绊脚石 TVN新闻 半夜12点多 进到这处停车场 黑男锁定这辆白色轿车 敲破驾驶座车窗 整个人钻进去 想搜刮值钱物品 但这时警报器突然响起 立刻逃跑 离开停车场 车窗整个被拔掉 随手一人丢进旁边草丛 不过窃贼至今 还在外面 啪啪噪 有报案 然后后面是没有下文 然后我们自己也是 花了一万五千块的 车窗破掉的维修费 虽然东西没被偷 但维修费损失惨重 别说想求偿 连人都还没被抓到 这处停车场 位在新北市领口 附近有三井 凹类和新晋广场 周边也是住宅区 停车需求很高 甚至有许多月租用户 但没有住点管理员 闯进去行窃 很难察觉 上个月27号和30号 也都有车主报案 门锁被破坏 车内现金被拿走 调监视器才发现 又有贼上门 这处停车场 只有两个民间监视器 而且都是朝着 停车场的内部来拍 窃贼疑似就是看准 这一点才会大胆 在这边行窃 因为他只要离开 停车场的范围 往哪里跑 根本无法追查 现在就变成 不会去停在那了 因为知道那边 都会有小偷 过来偷东西这样子 侠区派出所去年九月 到今年六月 获报三起窃案 但这期间 有其他民众也表示遭窃 不过损失不大 没有报案 估计至少六人受害 比对监视器画面 去年九月和今年六月 两名窃贼犯案时 都戴鸭舌帽 身穿短袖短裤 身形也类似 警方已经锁定一名男子 但是不是同一个人 落网后才能确定 不过对附近住户来说 只希望尽快装到人 别让窃贼 把停车场当自助餐 想偷东西就跑来 海浪轻轻拍打上沙滩 游客泡在大海里好消暑 随身物品就发在沙滩上 附近完全没人看管 也没有植物箱 这样的行为其实有风险 就一名刘先生 山昊跟弟弟还有女友 去基隆外木山大五轮沙滩玩水 上岸后发现钱包不见了 只剩弟弟的还在 但里面的钱全都被拿走 当下立刻向警方求助 他们控诉远警直说 沙滩附近只有两支监视器 设在厕所门口 主要是对着马路车牌 而店家的监视器也照不远 刘先生就提出 布兰板包包拿去验指纹 得到这样的回应 除此之外 远警还说海边有风杀 就算包包上有指纹 也不完整 让刘先生认为 钱包根本拿不回来 打消报案念头 但他质疑远警态度消极 根本没有要处理问题 本案系双方沟通问题 产生误会 并非恶意托有案件 本所会加强同仁沟通应对技巧 让被害人心里不舒服 警方表示会要求远警改善 而针对这区域也会加强巡逻 从年初至今 大五人沙滩已经发生四起窃案 只有一件有抓到窃贼 夏天来了 很多人选择去海边玩水 尽量不要带贵重物品 不然可能会引来有心人士 下手勤窃 破坏有案行事 天赋新闻 刘先生 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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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一踏出超商门口 下一秒立刻拔腿狂奔 后方这名白英男紧追在后 看到对方躲进饭店 还不死心 在附近徘徊 当时超商店员看到这一幕 惊觉不对立刻报警 大批警力赶到现场 才发现有人遭囚禁 嫌犯不止一人 尽管不断攻城 双方都是好朋友 远景觉得内情不单纯 把人通通带回警局 被害人遭到嫌犯软禁 在饭店十天过后 当天早上要到超商来买早餐 而他邻近一栋向店员表示 他被软禁 要店员帮忙报案 原来这名二十九岁的离性被害人 因为日前开公司欠下八百五十万债务 频频遭人追债 上个月底突然接到嫌犯电话公称 老板要他们来当保镖 是来保护他 不被债主盯上 双方约在龙山寺见面 没想到上车后 却遭软禁西门丁闹区饭店 监视行动 甚至途中还换饭店 躲避茶器 直到十天后 趁着和嫌犯到附近超商买早餐 报警求救 离性被害人听信嫌犯话术 乖乖坐上轿车进到饭店 不过一举一动都被盯着 还要打电话借钱还债 过了几天才发现市场骗局 还好超商店员 急紧报案 逃债员工遭送办 但欠下的庞大债务 恐怕还是得还清 因为发生差状 接着倒在路边 车壳有些破损 其实还因此受伤 撞上的是这辆黑色箱型车 右侧车身凹了下去 明显留下刮痕 船方在现场等待警方到场处理 也进一步发生纠纷 警方在现场拍照记录 但要厘清是谁闯祸 需要行车记录器 不过其实指控驾驶向他放话说 拒绝提供车上的行车记录器 给警方调查 还说要告就告 车祸发生在新北市淡水淡金路上 2号下午2点多 徐姓骑士和料姓向行车驾驶 是在行径间发生擦撞 骑士四肢有多处擦错伤 而这个路段刚好监视器拍不到 但驾驶也不愿提供行车 给警方调查 确实车上的行车记录器 其实连警方也没办法强制索取 但如果以为这样 就可以没有造势责任 那可不一定 由于行车记录器是驾驶人财产 有些驾驶如果觉得拍到的画面 对自己不利 的确有权拒绝提供行车 但顶多就是换个方式 进行车祸调查 通常警方会调阅现场监视器 如果连监视器都拍不到 则会寻找其他经过车辆 找别的行车记录器 但如果等级上升到A1死亡车祸 变成刑案 警方就会报警检察官 进行强制处分 扣走行车保全证据 警方透露 料性驾驶是说行车坏了 才会无法提供 而骑士听到他说不给 也许只是一时气化 毕竟行车记录器 只需要联清车祸怎么发生 如果自己没错 又什么好不给的呢 切机车满满满 灰色轿车打着方向灯 从内侧车道往外切 只知道好不容易切进去 后方一辆双载机车 突然窜了出来 不让还按了声喇叭 驾驶不满 竟然在路口停等红灯时 拿出预藏辣椒水 就往对方的脸部喷洒 车内乘客还趁机朝骑士挥拳 把左脸打到错伤 在车阵中上演全武行 核心骑士 验伤之后到派所提高伤害 并向警方攻称 当晚是在女友返家 门上途中被两名男子攻击 王姓驾驶如今 被依照伤害罪判刑拒役50天 现在周分就发生在这个路段 双方因为变换车道起了争执 可以看到这边车流量相当的大 对于外线的车道 刚好是右转车道 如果七机车相互切换车道 没有礼让的话 很容易发生车祸 甚至有可能引发争执 回到现场 新北市板桥捷运新浦站旁边 执行车道有五个 最外侧到底会进入右转道 平时车流量就不少 上下班接风时间更复杂 骑车驾驶打灯切过去 机车骑士趁机又钻了过来 路口现象缓升 依照规定转弯车要离让执行车 但如果双方都是要变换车道 就有互相注意对方行车动态的义务 不要以为打了方向灯 周围的人都得让你 TV黄建国礼节新闻上不到 拿环保杯到超商领咖啡 如果是银行兑换的赠品 拿不到五元环保杯优惠 换到速食店 领几点赠送的饮料 想拿折扣同样碰壁 但如果是拿小白单 到超商领之前花钱 祭杯的饮料 店员会主动退一个五元铜板 同样是自备环保杯 帮业者省下一个杯子 为什么状况大不同 环保署解释 关键在消费者有没有花钱 消费者没花钱的促销赠品 包括免费券兑换 买一送一送的第二杯 或几点活动送的饮料 业者不给五元折扣没有违反规定 我觉得还好 送的本来就已经就是不用钱了 还要再多五块 这样也蛮怪的吧 我可以理解 对只是如果今天能够推行 就算是送的 然后也愿意退钱的话 这样会更促进 大家愿意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要那么小气 都可以退两个 都已经用环保杯了 是不是这样子对环境更好 对不对我觉得 消费者普遍能理解免费的饮料 就不应该再要求退五元 业者说清楚就能避免争议 新开幕的酒店 周末下午大排长龙 二三十个人拉着行李 等check in 等到脚酸的 摊在沙发去休息 有人等了一个小时 还在排队 远从桃园来到台南度假 光是等入住就先号一个半小时 好心情全没了 就怕贵宾们等不住或是口渴 工作人员赶紧递上饮料 这是台南安平新开幕的游艇酒店 因为有高楼无边际泳池 儿童休息区 现代化风格 开幕前网络预定 两百三十七间房就秒杀 六月底开幕 暑假第一个周末 有人四点准时抵达 直到晚间六点才入房 排队是没排到 但是是等房间的时间 等了将近快两个小时 六点才给我们 满房的状态同时 瞬间进来的旅客 在这个时间是 造成一些不便的地方 那我们也比较抱歉 饭店解释 不少旅客 抬头入酒店的设施 影响退房时间 房屋人员清理不及 还有柜台的作业影响 才让旅客久等 真的很抱歉 会加派人手处理 因为接下来七月中国旅补助上路 会是旅游旺季 到时候更多人 旅宿业得要提早备战 TVBS新闻 阿昭贤台南报导